大家好,我是Den 本来以为会告一段落 只要等待法院判断就可以的 今天因为曹青年演员的亲自指控 再度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曹青年演员上传的贴文 我从小时候就开始了演艺活动 但是在学校是跟别的同学们一样 是普通的学生 中学二年级的时候转学过来后 为了与朋友们相处好而努力了 提起我的那位 在中学时期的两年来 每天不管是在上学的路 休息时间在走廊 食堂都会跟一伙人一起说 不愉快的脏话以及嘲笑 长得也不怎么样怎么当艺人的 反正他是过气的艺人 所以才会被孤立 他有什么好喜欢的 老师们为什么会特殊对待他呢 持续的诽谤以及人身攻击 可能只是年纪小的学生们的嫉妒 可能只是随口说说的那种话而已 但是对我来说 这到现在都会留在心中的伤痕 因为那个时候受到的伤痛 渐渐的变成了很大的伤痕 我开始对人产生了恐惧 而这恐惧变成了阴影 让我的性格变得内向 生高中的时候也成了一个绊脚石 因此我明白了 不只是肢体上的暴力 就是精神上的暴力 也会给一个人一生的创生 本人说没有记忆 也没有跟我说过话 对的 只是单方面的侮辱 就连在我后面跟自己的一伙人 一起做的鄙视发言跟行为 也明确的说是绝对没有的部分 真的很遗憾 虽然不知道拿着什么证人跟证据 我想问一下 那个人的选择性记忆 是可以掩盖我所说的一切的 真实的内容吗 如果现在也有因为校园 痛苦的人 请鼓起勇气向周围求助 我没能那样做 以为时间可以解决一切 但是现在知道 不是那么回事 因为曹西内演员的指控 网友们的方向又开始有变化了 粉丝们到YouTube底下大闹 逼演员发表立场 现在发表立场了 又吵着说是在撒谎 粉丝们没事干嘛 要逼演员发表立场呢 反而是害了苏静 本来加害者是不会记得的 因为那只是他们朋友之间的日常 真的要受害者开口才能解决吗 心好疼 两年的时间真的很辛苦了吧 曹西内加油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没有说过话 也没有直接做过什么 怎么能知道在自己身后的一伙人中 就是苏静骂了自己呢 苏静也被苏静的那伙人孤立了 是不是骂人的人是苏静之前的一伙人 所以就以为是苏静在骂的呢 因为苏静在之前的立场文中 要求曹西内演员解释后 现在苏静内演员发表了立场 所以很多网友们都在等待 苏静是不是要有新的回复 总之现在双方都正式表明了立场 虽然还不知道真相是什么 但是非常明确的是 两个人当中确实有一个人在撒谎 这件事情 也许真的就要等到法院的判决后才能明确的 对于曹西内演员的指控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